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外面啊 它是一个西班牙式的一个建筑 然后它的朝向其实还不错的 蛮受我们华人喜欢 它是南北向的 它的后院是偏南边的 然后它的前院呢是偏北的 现在是下午3点了 它大部分的院子和主卧 应该是都能晒得到太阳 你看这外观是Stucco的一个外观 这个社区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老美的一个社区 我们来看到它整个外边 都是这些比较大的房子 然后都是三车位的车库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Codasac 然后这社区也有它自己的会所啊 泳池啊还能享有Rentison & Margarita的 一个湖的一个access 它有一个沙滩的浴场 其实是很漂亮的很舒服 那这些全部是涵盖在HLA里面 然后它边上大约开车一两分钟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K到8的学校 学分也很高啊 小学是8分 那初中是9分 然后高中是10分 然后这边全部做了石头的升级啊 像我们现在在尔湾相同价位 这个价位只能买一个连排了 然后就算买到独栋的话 像这样三车位的机 几乎是没有并排 然后有的话 我们的侧院也不会这么宽 一般都是一边是5尺 总共只有10尺的这个宽度 像这边侧院其实就很相当于 很多尔湾房子的后院了 这边侧院差不多这里已经有超过10尺了 可能有12尺到15尺这样 这是一边还是另外一边 今天是Open House 所以有很多人会过来看 所以进来我们就看到它是一个条空 地毯 地毯 脚感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地毯的话 可以把它换掉也没有问题 它是实木地方 然后这边是地毯 然后这里是正餐厅 比较老式的美式的房子这边 他们都会有正餐厅 然后这边落地的玻璃门 后面还没有邻居 后院没有邻居 非常漂亮 然后过来我们看到厨房 厨房非常大 那这些是上了一些年纪的 这些都上些年纪 但是它维持的都很好 然后这个牌子其实是一个好牌子 比较贵的一个盘子 然后双烤箱 kitchenate 你看这个年代 kitchenate kitchenate 这里是它的一个早餐厅 所以它不光有正餐厅 它还有一个早餐厅 让我们看到这边 像这个房子是91年的房子 所以那会儿是很流行这种小方砖的 现在不流行 但那会儿很流行 其实这个铺这个砖成本是蛮高的 人工成本是非常的高 它是很好使的 然后这个很多家庭现在都看不到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garbage compactor kitchenate kitchenate 压缩垃圾的 但现在也都不用了 大家一般都不用了 因为大家喜欢每天的垃圾 每天就丢掉 不要compact 这样的话会有味道 然后三个sink 三个basin的sink 再加直音水 白色的水池现在又比较流行的 farm style 如果把它这边打掉的话 白夜窗 plantation shine 石墨 你看这边它是后期做了一些LED灯的生机 整个哇 这么多LED 然后这边微波炉 countertop space 所以它整个厨房空间是很大的 看到GFCI 后院不大不小 大概差不多12尺左右的一个景深 12尺就差不多4米左右 4米4米半这样 后院没有邻居 这边是他们的所谓家庭厅 老美有一个家庭厅 放在这边 可以看电视 这是电视机柜 当然现在都不会再做电视机柜了 因为当时你看电视机就这么大 可能就20几寸的一个电视机 那现在的话 你完全可以其实把这个拿掉 把这个整个都拿掉 然后这边放这个电视机 甚至是你可以用这个drywall 把这边给填了 这边就做平 里面空间就不要了 那整个电视机墙就可以变大了 你可以放一个100寸的电视机都没有 或者是挂在这边也可以 挂投影仪或者什么都可以 这边是很传统的壁炉 但应该也是可以用煤气的 应该是可以用煤气的 对 这边是可以用煤气的 这个是用天然气的 当然也可以烧正的木炭 一楼它有个卫星垫全卫 也是这种小砖 这边还铺了墙纸 又是石木里本 橡木的地方 一个石 很考旧的 其实蛮考旧的 然后这边是他楼底下的一个卧室 石木的贵 这也很贵 这边是书房 但其实是底下一个卧室 因为这边是有一个权位 那这个还是等于一个半套房 那这边可以有一个Pokidor 把它拉起来 而且这Pokidor 91年的房子 我现在拉起来都很顺 这边上有个2000尺的 也要110万 全部都是石木的 那经纪人在跟买家介绍说 这边是有他的一些设施 有游泳池 有公园 所以这个树区生活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边离尔湾也很近 大概20分钟左右 基本上能到尔湾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边是二楼的一棵窝 那棵窝也可以升级灯 它这边没有做升级 但是我感觉它这个墙 好像是重新全部刷了一点 对着侧缘和前缘 这个是东北面 东北朝鲜 所以这个棵窝 应该是夏天比较凉快的 挺好的 这棵窝也很大 应该有4米成4米半这样 可我还自带自己的阳台 哇 这边种了花 很安静的一个区域 非常安静 Rancho Santa Magritte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住在这边 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区域 其实老美都很喜欢这个区域 相同的价格 你买到的房子比较开阔一点 不像Rancho这么挤 Rancho真的是太挤了 110万你只能买连牌 连牌都不是说是连牌的天花板 就是一个还OK的连牌 它都是8尺的层高 8尺的层高 然后这个主卧 主卧这边也是一个调控 就是一个架高 一个架高 一个架高 一个背 window 窑窗 我们看一下 也这边都是老是有点老的 可以换是可以换点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毕竟有年份了 你看这种窑窗 现在都不做窑窗了 也是双层的玻璃 我不知道你们 我手这样摸出去 两层啊 两层的玻璃了 后面也是一条路的CodeSide 所以后面也是挺安静的 还是很顺 有没有叽叽压压的声音 所以当时这个建商做的品质 就是很好的 那地毯 你看有一些脏 有一些脏 那地毯可以换掉 那这个房子 如果我们去买的话 我们还是会做一次污检 因为现在就像我这样看的话 是很多东西是看不出来的 但至少呢 是可以看一个格局啊 对不对 看一个风格 然后 稍微看一下 具体的我们的检查 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个专业的 Inspector 检查员 污检员 来做检查 Temple的灯袍 让我想起我以前在Temple City的家 像这些灯都是很热的 传统的无死灯袍 现在可以把它换成LED的 很老式的 这种弄筒 我们最近过户的一个在尔湾 Tudel Rock的一个房子 也是这样一个风格 旧纪念的房子 也是一样 这边单独的 挖同间 像这个玻璃 如果你做成彩色的 也很漂亮 不会很漂亮 双衣柜 全部都是石木的 现在都是这种交合板 像这边应该是一个 一氧化碳警报器 它拿下来 到时候误解的话 它要把它再装回去 虽然这边都没有开灯 那还是整个屋子都非常的凉 这边还有一个水坝 当时买这个房子的 几个买家也是相当于老钱 全屋是中央的空调 这个是遥控器 控制风扇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换 全部可以换成智能的 这里都是很简单的 你看这里 这走线全部走在墙里面的 现在新房子光做这个升级 也要几千块钱 不算音响本身 只是算这个走线 这边是音响的开关 好我们去到外面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墙啊 你看背后看出来 它就是一块块的砖墙 可是它也忽了水泥了 也忽了水泥 两个空调机 应该是更新过的 看着蛮新的 当然我们也会有做检查 然后这边可以种爬藤的植物 这边可以爬满 很漂亮 然后后面全部是打开的 没有邻居直接在后面 院子不是很大的院子 但其实很实用的 所以这个面积是可以的 也没有游泳池 如果我们暂时出租的话 也其实不需要太多费心 我们只要园丁定时过来 稍微chimp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虽然是91年的房子 其实它这边的采光 你看全部的玻璃都打开了 稍微wrap around gutter 你看屋顶的岛屿 好像也全部都有 像它这个外面 应该之前装的那些灯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现在它拿掉了 那这个我们补一下就可以了 哇 变了屋顶也可以用很久 然后像这边呢 那这些木头呢 可能是老了 那需要 我们也当然会做白衣检查 美国的房子 过户之前都会做白衣检查 这个是卖家来负责的 当然如果行情好的时候 可以买家负责 如果大家都竞价的话 但是就是正常是卖家负责 然后卖家在过户前 会帮我们做完白衣的清理 那就算卖家不做 如果不愿意做 因为offer的原因的话 那我们自己做 自己做也是很容易的 找个白衣公司 然后过来 该换了换该弄了 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成本一般都是这样 你看它这个侧院 那这个侧院也很大 也很宽 然后它坐垃圾桶的地方 有单独一个区域 那这种都是比较 这样一定档次的房子 才会这么做的 是垃圾桶的 单独的一个小区域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看到 这一楼这边是一个洗衣房 有一个洗衣房 这里有应该是餐厅的导策院 很不错的房子 面子这边有自动喷零 对吧 地漏全部都有 户外的电的接口 户外电的接口 然后这边是水龙头的接口 这些油漆一下就好了 这些面板